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似乎形成了一种规定 文物诀规定 帝王的灵墓谁都不能再去挖掘 对于这些历史上珍惜的文物 最好的保护方法就是把它们埋在土里 我们今天就来了解一下 郭沫若对于定灵的挖掘 其实郭沫若最先提议的是挖掘永乐皇帝的长灵 是因为郭沫若认为传说中的原版永乐大典及游客 能在朱棣的墓中 现存于世界上的永乐大典 是破败不堪的一本 内容也是被西方列强抢夺了大部分 基本上就是所剩无几 但是虽然得到挖掘的许可 最终还是因为长灵太大 而且没有知道墓室的入口而放弃 该去挖掘万历皇帝的定灵 万历皇帝的定灵的挖掘也是颇废周折 在墓室门一打开之时 一股刺鼻的黑气就崩出 郭沫队员也不敢贸然进入 由于墓室已经封闭了几百年 尸体腐烂后的气味也在在密封的环境中 命令了几百年 而且其中缺乏空气 人们直接进入记忆圈 所以说考古人员首先把一只鸡放入墓中 直到三天后鸡仍然活着 考古队员才进入墓中 定灵中确实是有不少的宝贝 其中皇帝和皇后的龙凤冠 珠宝首饰 银武器 丝织品等等种类繁多 负量巨多 但是就是由于灵墓打开后内外空气产生了对流 文物表面都发生了氧化 本来精美的文物也被毁得残缺不全 丝织品更是直接变成了碎片 还有更悲哀的是 挖掘灵墓的考古人员很快就被调走 在考古工作还没有完成的时候 结果是等万历皇帝的尸骨和棺材都被烧毁 一些珍贵的文物也被盗墓者盗走 卖商务场 不温买 不温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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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